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阿N继续和大家分享 廖合怀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就讲到 廖合怀在戏行之中 就是有千面少将这个称号 因为他演什么就似什么 除了这个千面少将这个称号之外 廖合怀还有另一个称号 是什么呢 就是廖合怀这个称号 就叫做廖圣人 圣 在戏行 就是戏行来说 很多人都吸烟 喝酒 倒钱 好息 这些一点都不出奇 而且相当普遍 这些意见 但是廖合怀之所以被称为廖圣人 就是因为他虽然现在红了 受到欢迎 但是他不喝酒 不抽烟 不赌钱 也不喝酒 而且他一生之中 只是存了他一个疲累出身的妻子 就是相当之一心一意 不花心 就是因为这样 廖合怀就被戏行之中称为一个圣人 所以有廖圣人这个称号 除了演出之外 廖合怀也和编剧 编剧家和音乐家 很多时候一起研究剧本 唱腔 不是纯粹演戏的 他的爱好有三样 三样都相当之好的喜好 第一 就是他很喜欢看书 读很多书 第二 就是喜欢看戏 就是观摩别人的演出 第三 第三就是喜欢逛街 轻松一下心情 他就未进过学堂 未读过书 所以他就更加觉得知识可贵 小时候没有机会读书 现在大了 有钱了 就开始自己勤奋自学 在书本之中 他吸取了很多知识 廖合怀也都相当之崇拜 当时美国的戏剧大师 有些差里卓别灵 还有当时粵剧名丑姜云俠的演出 廖合怀 看电影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看他们两个的电影 除此之外 他也都经常驻足 去一些封人园 小艇 马路边 那去这些地方做什么呢 那去这些地方做什么呢 其实封人园 那些马路边做什么呢 原来他是去这些地方 刻意观察那些人生百态 从而从而体验生活 来到改进他的演技 那因此呢 他所演的角色 不论男、女、老、幼、低的、盲的、矮的 他都能演到入目三分 形神俱备 廖合怀反对 歪嘴、歪面 那些面袍化的表演 他主张以人物的内心 的喜怒、哀乐 的真情 来到展现在面部 来到作出表演 他不 不喜欢那些很浮夸 在那里 歪嘴、歪面 那些这样的表演 他要讲内心戏 那譬如说 《雅仔卖烟枝》里面 他飾演这个雅仔 在很长的一段戏之中 他没有开口 只是凭他的面部表情 来到做戏 一般人都不敢演这一类的角色 因为很难演的 你不可以开口说话 他纯粹靠面来做表演 是相当难的 但是 就是廖合怀做这个角色 做到恰当好处 他的表演 就受到观众的欢迎 那么 因为这个角色 廖合怀 廖合怀被公认为 在丑行之中 就是丑角之中 他是一个千面的笑象 他臉已经可以演戏了 不需要靠动作 或者说话 廖合怀的表演艺术 独树一次 那就是因为这些 他这些本领 就令到他在省港澳 隐喻了二十年那么久 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 四大名丑之一 他的代表作就有 甘地惠西斯 商鸟归公 花王之女 和大闹港昌龙等等 这些名剧 而他所扮演的角色 也都多姿多样了 包括慈禧太后 红娘子 碧仔 雅仔 什么样子 还有蟻母大朗 麻瘋病人 什么类型的角色 他都演过 而且也演出相当了神似 这个也是 就是为何他受到观众的欢迎,也都是因为这些原因,令他有粤剧名丑生,成为五大流派之一的廖派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廖合怀的演艺人生,讲到这里,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也希望多多订阅我们的NURM频道 好,下集继续跟大家分享廖合怀的演艺人生,好,拜拜! 拜拜!